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Selina 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一起谈过 Subaru的车体结构方面的安全设计 结石的结构可以减少或者是避免对乘客的伤害 那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Subaru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安全设计 能够避免事故的发生 很多事故的发生是因为车辆在紧急情况下 不能及时的刹车 或是在刹车的同时失去了方向的控制 所以怎么样有效的刹车和保持控制 是设计方面的目标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Subaru在这方面的设计如何 现在几乎每一辆新车都配备了ABS就是刹车防暴死系统 没有ABS紧急刹车的时候轮胎会打滑失去方向控制 有ABS的车辆会反复间断的释放刹车 从而保证在刹车的同时还能保持方向避免碰撞 Zibaru的ABS是使用效果最好的四个轮子独立的传感器和独立控制 那什么是刹车辅助呢 就是电脑可以根据车子的速度来增加或减少它的刹车力 那Zibaru呢还有另外的一个刹车功能就叫做EBD 什么CBD呢就是电子刹车力分配 那这个技术会根据行车时前后轮不同的着力来分配它的刹车力 以达到最有效的刹车 除了刹车 开车避险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在紧急的情况下车辆的控制 在紧急转弯的情况下车辆容易发生oversteering或者understeering的情况 就是转弯过渡或者转弯不足 还会发生车身重心移动 轮胎失去附着力 这些情况都可以导致偏离路线 甚至完全失去控制 负责车辆控制系统的叫VDC 为了比较中心较高的小型SUV的车辆动态控制能力 美国汽车俱乐部United States Auto Club 进行了一次包括Seabra Forster在内的五个厂家 小型SUV的动态控制能力测试 这个测试让车辆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一个充满障碍的路段 但不能碰到障碍 在速度和障碍物的双重挑战下 竞争对手的车辆不同程度地失去控制 车身倾斜或者撞到了障碍物 这次SUV的车辆通过这个路段 看来SUV的车辆动态控制果然有一技之长 这其中对称全轮驱动大概也功不可没 观众朋友买新车安全最重要 希望这一次节目帮助你了解SUV的刹车系统和它的控制系统 那下一次节目呢 我们一起会看一下它的I-Site 就是它的传感器 如何避免事故 MING PAO TORONTO 感谢Zermonti Zubro 对我们这一次拍摄的支持 和您的收看 下一次节目再见